对于科技爱好者来说,Google本就是一家非常酷的公司,研究着各种可能改变未来的人类世界的前年技术,偏偏还喜欢将这些技术运用在妙区恒生的小项目。 近日,Google将这些应用都搬赖魔独自的2018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,还办了个AI体验展,糟糕了,是心动的感觉,第一次距离这么酷的Google如此近,赶快订机跳飞去体验一番,在现场,猜划小歌项目,已经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赋,那就是世最多人体验的VR绘画。 这可是,源于谷歌在2017年,火起来的VR绘画应用Tilt Brush,只需头戴VR显示器,配合手柄,就可以突破现实空间的限制。 在空气中直接创作任何想要的3D图像,雁花缭乱的画笔之下,你能成为一名艺术家,跨的小猪佩奇,也可以感受一把社会人的成功滋味。 在三维空间里面作画,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受? 格拉基恩是创作《美女和野兽》、《小美人鱼》等动画片的著名迪士尼动画时,他曾经这样描述VR绘画,透过能够在虚拟空间创作的工具。 戴上头照,满若走入画纸之中,闯作时,东南西北所有方向都为我敞开,感觉不再是在作画,像是在快乐的跳舞,它可以赋予画像真实的大小与身形。 画出来的美人鱼完全符合我的想象,即使摘下头照,我仍感觉它真实存在。 画纸,上的界线不再存在,绘画不再只是局限于平面,而是转变成雕塑师的创作,在三维一体空间,所有的创作都变成了可能性。 画出一条线,通过VR显示器,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空间里,以立体的状态漂浮在空中,再多画几笔,便能够走进自己的画里,颜色与笔刷的选择也没有令人失望。 内置了油墨,油漆,脚蛋,太飞糖,血,磕等不同效果。 切换颜色笔刷时,手柄轻微的振动交互体验感很好,刚化好的事物马上立即呈现在眼前,分分钟都觉得自己像在看戏法,连眨眼都快要忘记。 说到VR,也就是Virtual Reality,虚拟现实,人们的评价一般就是身临其境,不仅是我们的五感视觉,听觉,触觉,听觉,嗅觉,连平衡感等,都能让人深刻认识到, VR创造出来的空间与实际的现实世界是相同的。 这种超强的真实感与沉浸感,主要是受VR成像和追踪传感的影响。 Google的VR设备配置非常灵敏的追踪系统,其追踪方式也与众不同。 首先,会在房间的两个角落安装好,面向整个房间的激光反射装置。 头写设备上的传感器可以检测出激光,以此来判断头的位置,即使0.1厘米的移动也能检测出来。 只要在激光范围之内,无论是蹲下,来回行走还是躺着,都能正确持续地进行追踪。 VR绘画中的手持操作器上,同样装有检测追踪的传感器,手的位置也能被正确检测。 这样的追踪方式可以使所见的VR影像变化,与身体动作完全一致,不容易引发所谓的VR运动症。 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,在空间里走来走去。 VR推出已经有一段时间,无法吐提的一大原因,在于VR体验的绝对人数不容易增加,因为头显设备是一对一的硬件。 一个人在体验的时候,其他人只能等待体验,所以在Google体验展现场,我们也只能乖乖排着场队等待体验。 除了VR作画,我们还可以戴上VR眼镜,足不出虎,也能漫游世界,尽情欣赏银河园,万里长城,桂林山水,西班牙西多修道院,英国皇家等别致风光。 国庆假期再也不用再景区被人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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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下个岛。 虽然阿福奇到一般用户的过程,仍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,但几乎没有人怀疑VR已经形成新的市场需求。 并且仍有一批人,对作为创作媒介的虚拟现实颇感兴趣。 解锁新姿势,完全黑科技,这样创新有趣的互动体验实在或是,禁不住感叹一句,拥有了它们,就像拥有超能力。 这世界不再无趣,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,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FantBark。 明银参加 rebuilt. 升空时也いか月的万作工。 与小石点那样,吸督 starving passages辨 master给大家, 即是,icio把改善,赶紧有很多年轻松対涂的 heaven参与看。